我们再来看第二句也是讲帝的 或问帝之说 有人就问 到底帝是什么 对吧 帝的理论是什么 或帝里到底是个怎么回事 孔子说不知也 我不知道 这个凡是孔子讲不知的 未必真不知道 他有的时候是为了 比如说隐晦 在那个政治环境里边 他不得不隐晦一下 或有的是避讳一下 比如说为鲁公遮掩一下 不管什么原因 孔子这讲我不知道 他说如果知道的人 天下对于他 知于天下也 就天下对于知其说者 如其如是如似乎 是呢 就是放智的智 或者同我们今天的视觉的智 就好比说了如之掌 孔子而且把这个手 还指指自己的手 指其掌 如其事主似乎 这很生动啊 那么 为什么夫子这么说呢 我也只能大致的解一下 到底其实我也在一直思考 到底夫子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对吧 我们知道 这个以前殷商的时候 他称自己就是天的儿子 他掌握了一个跟天沟通的独特权力 他称为天子 天子天子天的儿子 他代表天在人间行使统治权的 可是周呢 把周推翻以后 那么他这个政权就有个合法性问题了 既然他是天子代表天 那你把天子推翻了 那你是不是逆反呢 对吧 那你的合法性在哪呢 那么所以呢 周朝的时候就讲以德配天 以德配天 这个地纪呢 它属于礁寺 它是呢 汉唐国家这个焦庙祭祀逐渐形成 包括在这个南焦四天 北焦四地 宗庙呢 四人主 这样一套仪式 天子呢 通过这样一套仪式 跟天接 获得跟神的一个独 垄断性的沟通权力 独占权 所以说我刚刚讲 你如果知道 对吧 能够知道怎么去祭祀地理 知道地的学术 那么大概你也就掌握有天下了 所以这个周公 周朝呢 他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就是通过以德配天的方式 解决这个问题 实际上地理呢 包括先王 报本追远 这是追到最远最远的 比如说 我们在这个抗日战争时期 毛泽东曾经率领大家呢 祭皇帝陵 为什么那时候祭皇帝陵啊 国家 对吧 遇到这么大的一个灾难 危机感 这么大的一个危机 所以通过祭祀皇帝陵 表明一个祭祀国家的命脉 延续民族的命脉 这样一个作用 可谓它就是现代的一个地基 同时呢 那么 毛泽东 那么他能够去 祭这个皇帝陵 那么也 标示着什么呢 对吧 他标示着 那么他 自己 跟这个中华的民族的 这样一个传统的接续 有这样一个代表 我们是这样一个代表 好了 用一句话来概括吧 就是地理呢 是天下的 所谓模型 好吗 不是 我会让他们来说 我会让他们来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